好 咱们下面继续来学习第八课的第二段 首先咱们先看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e monastery is very busy For it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cross the paths in cars 这句话我们先从语法程序分分析一下 咱们先看屏幕 首先上来这个During这是一个借词短语 这是在什么什么期间时间状语 在夏天的这几个月里边 当然这指的是欧洲北半球 夏天就是七八月份八九月份这几个月 这个months这个月份不好读 这月份的单数是中间字 是发道V字的嘴唇是放松的 然后发钱笔音 舌头贴住month 不要读month 很多人容易把它读成 你忙不忙啊 那个不对 是month 然后后面贴是咬舌 month 但是负数呢 在咬舌之后还有一个s 就舌头缩进来 再发一个s 舌尖抵住下压根 所以月份这个词理论上读成months months 这后面是两个轻辅音 大家立刻发现这么读呢 特别吃力 而且语速读不快 对吧 你舌头得动两次 再吃力 所以这个词在生活中的发音呢 一般来说中间那个th呢 就没了 就不发音了 直接就用months months 就是前边 完了之后就是一个那个s的s 这个声音 但是咱们在发音学中有个常识 就是在前边 嗯嗯嗯 舌头贴住上额的前边 之后如果出现轻辅音s 我们听上去呢 这个舌尾受到前边的干扰 其实是一个ts 在一块发出的那个ts ts 这个声音 就有一点我们说 荆轲刺秦王那个ts 声带不振动那个ts 所以我们其实听到的月份的复述 生活中一般是读成months months 舌头就不吐出来了啊 在里边抵住下压根 发出ts 这个声音 他说在夏天的几个月份里怎么样呢 the monastery 就是这个修道院特别忙碌 但是指一般的情况 不是指具体哪年 所以用一般现在是了 这个豆号富尔是干嘛吃的 干嘛吃的 这第一课咱们就讲过 这豆号富尔不是引出 这个原因状欲从具吗 对吧 因为什么 他一般是用豆号跟主具分开 咱们看到又出现一遍 因为it is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因为有数以千计的人到这来访问 这人怎么来的呢 who cross the passing cars 是开车来横穿这个大伤口 这个表达就是cross加宾语加 这个方式壮语 这表达咱们第一段里说过了 在这我们要说一说这个in cars 其实我们同学也能说by car 不是坐汽车吗 在这里用by car也行 但是大家发现这个区别了 什么区别呢 就是如果你说这个in cars 这后面是用复数的 但是by car从来不能说by cars 这是不行的 这有什么区别呢 咱们在这来说一说 就是我们用方式壮语表示 使用某种交通工具 这么一个介词短语 如果你用的是介词by 那么后面要直接加上 单数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名词 就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不可数名词来用 也没有复数 也不能加贯词 就是零贯词 by car就这么用 但是这个in 如果用in引出交通工具呢 它后面要加上人称和数的变化 你看本文中就是有数量的变化 in car这么多人来 好几千人坐一辆车 那急死了就 对吧 所以在这叫in cars 我们比较一下 看看这两个句子啊 你看第一个句子里边 我们有了人称的变化 You can go to the airport in my car 你可以坐我的车子呢 去机场 就是坐我的车 第二个这个in my car 这是人称的变化 我的吗 第二个句子中有数量的变化 We cross the river in a boat 我们呢 是划着船 坐着一艘小船 穿越了这条河 到了对岸 in a boat 大家加一个啊 这表示一艘船 对吧 那这两个如果用by呢 就都得换成by car by boat 那从这儿 我们也看出一点区别来 就是你用by这个词呢 它没有办法强调具体 是谁的交通工具 具体是几艘几辆交通工具 都没法表达 它仅仅强调方式 是用这种交通工具的方式 如果你要是强调具体是多少 一个还是多个 或者具体是谁的 是属于某人的交通工具 那么就只能用in 而绝对不能用by这个表达 因为它仅仅强调方式 人称和数都看不出来 这个地方要注意个小细节 好 再回到本文中 下面说是夏天呢 这就狗狗呢 就吃点亏 为什么呢 As there were 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 special enclosure 因为它数以千计的人来 这个人多了就害怕有误伤 所以因为这个s在这引导 原因壮益从具 这s非常多的意思 在这是因为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周围 这个about在这当副词来用 我们也可以把它换成around 它的意思就是here and there 各处四下里 就是周围到处的都是人 这个意思 那当然在本文中 这是一个原因壮益从具 我们把它先打到屏幕上 因为这里有这么多人在周围 所以这狗必须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看这个原因壮益从具 这个原因壮益从具 它是用壮益从具来表达 当然可以 那我们知道做壮益的 还可以用比如说 非位语动词啊 独立主格啊 这些表达呢 也可以 那我们问问大家 在这儿我们是应该用 非位语动词还是独立主格呢 我们就看它逻辑主语 是不是统一了 对吧 逻语统一呢 我们用非位语动词 逻语不同一呢 咱们就用独立主格 就非位语动词 前面加上逻辑主语就行了 前面加不加那个with 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你看啊 原因壮益从具的主语是什么 是dear吗 胡说八道 dear必须从主语 是后边的名词 对不对 是人 后边的主句呢 是狗 人狗当然不同意 对吧 那我们就用这个独立主格结构 这又是一次复习了 独立主格是with 可有可无 加上逻辑主语 逻辑主语这里就是 so many people 对吧 再加非位语动词就是 本来应该是be about so many people are about 那在这呢就是把are 混成being就好了 那这么这么多人 是在周围的 对吧 但是being呢又可以省略 所以就构成这么一个结构 with so many people being about 但这个being我们说过 出现在独立主文里的being 一般来说都可以省略 省不省呢都可以 那一般来说咱们基本都省了 所以他把它写成 with so many people about 这个being就没了 甚至更干脆一点呢 我们把with都可以去掉 so many people about 这就更加装重正式一点 咱们说过独立主文 简单没有with来得更正式 都是做原因状语 就是周围有这么多人 到处都是人 所以狗呢必须得关起来 你甭说多 有一个给咬死了 那您这修道院就就赔不起 对吧 所以那时候 避免万一还是这个被被被关起来 好我们这有了这知识 咱们看一道疏忽题 咱们打开书 咱们45页 45页咱们看看这第6题 45页第6题 这术后题呢不一定每道题都做 那老师上课讲那些重点题呢 咱们看看就行了 第6题怎么说呢 他说什么 so many people about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n enclosure 这道题出的不错 咱们看ABCD选哪一个 我们当然选择A选项 with so many people about 选择A选项 这是一个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 对不对 咱们刚刚在屏幕上就出现过了 咱们解释了 那B选项当然不对 这个being呢可以加上 但位置错了 应该是so many people being about 怎么能把being放前面去呢 乱套了 这个seeing的because更不对了 因为它后面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你怎么能加廉词呢 加廉词后面句子残缺了 没位语了 对吧 后面having更不对 这derby句型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你不能have so many people 对吧 根本就不对 所以只能选A选项 with 好 这个题出的不错 这刚好呢 借着机会 我们把这个独立主格第六课讲的顺便做个福气 好 再回到文中 再回来 他说 因为啊 到处都这么些人 所以这个 the dogs have to be kept in a special enclosure inclusion咱词汇讲了 就是围栏 就是弄一个篱笆都圈起来 狗关的里边不许出去 这个special 咱们很常见的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特殊的 跟一般的不一样的 那在某些方面不一样 第二个呢 是专门的或专用的 这个在第七课残召鉴别组 咱们讲过 对吧 大家还记得 纽卡斯尔的一个专门的部门 叫残召鉴别组 对吧 在这是特殊的 还是专用的 专门的 在本文中 还是一个专门的围栏 就专门观狗的 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个专用的围栏里面 就这个意思 当然这个be kept 当然来自于keep keep here means confine 就是把某人某物 或者囚犯 或者一些凶猛的动物 把他关起来 我们这个 把这两词分别 一块读一下 keep confine 都是表示 把某人某物给关起来 你想 he was kept in prison 注意keep 不规则 就等于 he was confined in prison 他被关进监狱了 他被关起来了 当然关动物也行 你想 you shouldn't keep the bird in a cage 什么意思啊 你不应该把这只鸟 关到笼子里边 对吧 人家自由飞翔 你给锁起来了 也能换成confine 所以这两词表示 关起来 注意本文中就是 这狗狗呢 都被圈在一个 专门的围栏里面 避免伤人 好 这是夏天的情况 下面有介绍 到冬天可就截然不同了 他说 in winter however life at a monastery is quite different 他说在冬天呢 这个修道院的生活呢 就截然不同了 注意这个修道院的生活 这个生活呢 用的是life 如果不特指某人的生活的话呢 生活一般可以当 不可数名词来用 所以他后面也没有复述 但是修道院的生活 搞不好咱们同学 后面又加那个of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 中文中的白韶的 在英语中可不见得都是of 咱们第一课就提醒过 这个地方等于是 亚历山大老先生 委婉地告诉我们了 什么什么地方的生活 可不能加of 因为这些生活又不是 属于这儿的一个财物 对吧 它是在这里的生活 所以大家注意 这用的是at life at the monastery 修道院的生活 是在这儿的生活 那家生活又不是属于 修道院的东西 对吧 那我们在未来 12课的题目 就会出现荒岛生活 同样的 他没有用of 他用的是life on a desert island 在荒岛上的生活 你看 他没有用of 对吧 我们甚至在未来 第30课 幽灵之死 还会看到军旅生活 他用的是life in the army 就是在军队中的生活 军旅生涯 对 这用的好 当然我们还经常用 校园生活 叫life 在校园中 还记得怎么说吗 这个我们不是在那个 杂出窗抢劫 那刻讲过 在校园中 用on campus 在校园附近呢 用off 两个f 那个off off campus 那是在校园附近 那校园生活 当然直接用life on campus 校园生活 注意这几个啊 借词李老师总结好了 不要用off 注意啊 非常容易错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在这说修道院的生活怎么样呢 is quite different 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快在这 咱们必须得说一说 大家这个不能嫌麻烦 这个英语啊 越到了高级英语 越是细致活 我们在初中级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大的框架的 就是什么这个语法呀 实态呀 这好像我们盖大楼 先搭大框架 脚手架 但是越是到这个建筑物的最后 越是水平越高级的 越是细致的工 这个脚手架搭好了 怎么磨砖对缝啊 怎么在里边装饰啊 怎么吊顶啊 香花边啊 怎么在外边把它是刷姜 刷得整齐啊 每一个小细节怎么处理 这个地方更看水平 这个你像这个快 就是一个重要的词法知识 它常见的意思 做副词呢 咱们常见有两个 第一个是颇为相当地 这是一个程度 但是第二个意思呢 很多同学忽略了 就是截然彻底完全的 咱们记住 quite different 它跟different搭配 我们一般不会翻译成颇为不同 而要翻译成截然不同 这个搭配 对吧 但牢牢记住 那就quite different 截然不同 咱们表示截然完全 这个用法相当常见 咱们看几个例子 你比方说在我们三册第十二课 58页第四行 就出现这么一句 The 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is quite the opposite 他说这幅图景的另外一面 却是截然相反的 这个the opposite叫反面对立面 你不可能翻译成颇为相反 截然相反 完全不同 跟本文中的quite different 是类似的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是三册三十颗幽灵之死 咱们是142月21行开始 我们说了 这个行数都是这个句子 开始于哪行 并不见得这个表达出现的这行 哪怕这行最后一个字开始 咱们也算作从这行开始 He used to sleep during the day and work at night quite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he had become the ghost of Antley 他在当初是咒服夜出 白天睡觉 晚上工作 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他已经变成爱德利农场的鬼了 大家以为好啊 这大半夜闹鬼呢 完全没意识到 不能说相当没意识到 这根本从逻辑不通 完全没意识到 所以大家把这个先记住 quite different 截然不同 quite the opposite 截然相反 quite anywhere 就完全没有意识到什么 像这几个表达呢 记住不要翻译成颇为 quite这个含义还是相当重要的 好 再回到本文中 它冬天呢 完全不一样了 冬天有什么区别 首先它气候导致的 对吧 所以先说气温 它说 the temperature drops to minus 30 degrees and very few people attempt to cross the path 因为呢 它在这个高山上 本来呢 这个海拔特别高 到冬天的温度就更低了 这个温度啊 下降到-30度 但是在这默认的 大概就是摄氏度 这-30度跟中国东北 到冬天差不多 这个整个这个哈气成冰 太冷了 所以很少有人呢 在试图穿越这上口了 这个 当然这个 the temperature 注意这个发音啊 不要读呢 temperature 这个temperature 低连接正度 temper 不是pre pre temperature 这么来读 这个注意啊 包括那个文学 literature 不是literature 这个发音要注意 这个温度 drops to minus 30 degrees 下降到-30度 这个D-R-O-P 这个drop用的好 我们知道这个drop 本来是表示东西 巴基掉下来了 对吧 在这个数量的下降 用drop也非常形象 当然如果下降到 我们后面加一个to 表示最终下降到那个值 是多少 当然表示东西掉下来了 我们除了用drop 当然大家可能更熟悉 用fall 我也是掉下来 摔下来了 对吧 那能不能用它表示 数量下降呢 可以 咱们本文中 直接可以替换 the temperature falls to minus 30 degrees 当然-30度 这读法 咱们一会儿说 这下降到 到呢 后面加to 我们有据为证啊 对吧 有同学说 你讲我不放心 那我们看新概念 总放心了吧 对吧 我们看三册第50课 就是新年的决心 这颗书 228页第24行 little by little the 11 minutes fell to zero 一点一点的 这11分钟 这数量下降到0分钟 彻底放弃了 11分钟下降到 用的是fell to zero 这个fell不是fall 一般过去的事吗 用这个也可以表示 数量的下降 还有没有 我们一个写作的替换呢 表示下降到多少 可以呀 我们还在第10课 未来会出现一个词 叫plunge 这个本来是表示 扑通一声 跳到水里边来 它也是往下降 你不能说往上 跳进 跳水 跳水 跳河 都是往下跳 我们大声读一下 这词 plunge 再来一遍 plunge 这有点 你声词的味道 你听 扑通一声 就跳进去了 当然我们先看看 它本身表示 跳到水中 这个原意 这个初处 在咱们三册 第10课 新概念 三册 四册 简直就是个宝库 50页时务行 出现这词了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汽船 大家还记得 abandon ship 汽船咱们讲过 放弃吗 第四课讲过 汽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并且数百计的人 纵身跃入到冰冷的水中 就泰坦尼克哈 当时触礁又沉没 跳海了 拍声音 下降 本文中用plunge 当然后面还是加to 这不能加into了 因为下降到 我们这词还是加to The temperature plunges to minus 30 degrees 在这用一般现代式就行了 就是指一般冬天的情况 对吧 那当然还可以干脆 就用跳水 这个词叫dive 后面也可以加to 是下降到 我们把这个词 也大声读一遍 dive 再来一遍 dive 当然这个在未来56克河流 我们的邻居那刻会讲 它既可以表示跳水 也可以表示潜水 都行 总之是往下的方向 后面加to 没问题 那不能光下降 那不冻死人了吗 那到夏天要上升到呢 不是股票上升到 通货膨胀上升到了多少 那上升到我们家 换词 increase 或者rise 这可以把上升到多少 我们把第一个词读一下 注意动词中音赛 第二个音节 是长远 你一拉长一点 那大声读一遍 increase increase to上升到 或者我们用rise 这个我们第二个词汇中讲过 它是不急于动词上升 上升到了多少 我们用to就行了 它不但可以表示位置上升 像太阳照样升起 咱们讲过那个海明威的那个小说 对吧 这温度上升到 价格上升到也行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暴涨 这种 你像我们这个迅速的短时间大量窜升 很陡峭的上升 我们可以用rocket to 也很漂亮 这个rocket本来做名词是火箭的意思 那做动词呢 像火箭一样 蹭穿上天了 暴涨 我们大声读一遍 rocket 或者用下面这词也行 再读一遍 sore 再来一遍 sore 这个也是加to是上升的 这个sore本来是鸟儿飞到天上去 在天空中翱翔 你想这价格或温度升到天上去了 这不是升得很高暴涨吗 这是上升 另外我们注意无论是上升到下降到都是加借词to 这个借词是固定的 那有的人说如果下降了呢 就是我不跟最终的最终值 而跟幅度呢 比如下降了10度 那借词变一下 变哪个词呢 很多同学可能知道 不知道呢 就现场计 加借词by 温度下降了10度 the temperature drops by 10 degrees 就好了 这个加by是跟幅度 那牢牢记住 好 本文中是下降到-30度 我们再看看这-30度怎么读 这有两种读法 这个注意你要到了国外旅游 你得听当地天气报啊 对吧 这能听懂 第一种读法是老师刚才读的 把这负号读出来 这个负号呢 跟减号是同一个读法 叫minus 注意不要读minus 在这个美语中 没有字母R的时候 是不能勾舌尖的 这后面是R 舌头是平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负或者减这个词 minus 再来一遍 minus 好 后面那个degree 就是度嘛 多少度 什么温度啊 甚至是程度啊 可以叫它 放在一块 负30度 minus 30 degrees 这度数当然用负数在这 当然还有一种读法 就是我们不加这个负 后面加零下 先说30 degrees 后面加个below zero 这个below是低于的意思 below zero 就是零下 咱们中文也这么来说 负30度 也能说零下30度 只不过英语中的零下放到后面去 below zero 就行了 当然它有的时候会强调 告诉你是摄氏还是华氏 因为我们经常会在度数后面加一个大写的字母C 这个读的时候怎么读呢 当然不能读成一个C 把摄氏这个词读出来就行了 这是有两种读法 为什么 因为摄氏的俩词都对 都是C开头的 我们大声把第一个词先读一遍 centigrade 再来一遍 centigrade 好 当然这个我们读得很慢 读坏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anti字母组合 读坏了之后 这字母T往往被吞掉 因为这前逼音 跟字母T的爆破蛇位是一样的 所以病了一块呢 这t往往就没了 读坏了之后是seni senigrade senigrade seni 中间的T就没了 我们再快点读 senigrade 再来一遍 senigrade 好 我们再读一下这同意思 celcius 再来一遍 celcius 负三十度 minus minus 30 degrees senigrade minus 30 degrees celcius either 二个都行 当然还有呢 非常常见的华士 当然这个在国内咱们用的相当罕见 咱们大多数一般都用摄氏 但是华士呢 这是大气的F 这在欧美呢 用的非常多 尤其在民间 甚至比摄氏用的更多 这个F我们要知道是哪个词 我们后边把这华士先大声读一遍 Fahrenheit 注意中间这个H不发音 再来一遍 Fahrenheit 负三十华士 minus 30 degrees Fahrenheit 我们就知道这是华士 大气的F 这个华士和摄氏的这个该怎么去换算 咱们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 这个大家刚出国 特别是到了欧美国家呢 你帮忙很不适应 因为他很多的一些电器上的温度呢 他甚至用的华士比摄氏还常见 就李老师当时08年去美国那边去访问的时候呢 一开始住在这个Arizona 亚利桑那州 这个图森市 因为那个亚利桑那大学在旁边 我们一开始在那大学访问 他那个宾馆 给我们安排住的宾馆里呢 因为他旁边是个沙漠 这个Arizona周围沙漠非常多 晚上冷 他白天特别热 所以他必须得开空调 这开空调 只要我们刚到那吓一跳 一看这好像上个温度下76度 我这不死人了吗 这个 你看华士 华士76度呢 是摄氏差不多20多度 所以你像叫美国人呢 要是一发烧下泥票 那你像邻居借饼孩子发烧了 我说多少度啊 小时候哎呦多少度啊 他告诉我101度 就开锅了吗 101度大概39度40度左右 所以这个到了美国之后啊 或者去英国啊 他民间用华士非常多啊 很多家用电器 温度一看是华士啊 所以这个华士跟摄氏 大概怎么换算 这出国以前心里都有数 那这得明确